你們兩個有爭執過嗎 我們中間有小派 Patrick 他在中間 就是Balance所有的東西 製作人是他 他幫你們兩個當一個橋樑溝通這樣 對 但是其實也沒有吵架 我跟他彈的時候也蠻smooth 因為蠻直接告訴他 要或不要這樣 他也說你那個melody 好像可不可以換另外一個 我記得我有寫一個melody 然後他說 怎麼聽起來好像 迪士尼的卡通那些 會唱的melody 然後說好吧 那我換啊 都OK 你就是一個很大方接受 任何風格都可以這樣 那那時候溝通是視訊嗎 視訊啊 就是因為那時候 在香港 對 在香港 所以視訊溝通這樣 那時間搭配的這種呢 老實說在香港 蠻閒的 好誠實 那樓會不會也是因為你才開始建 沒沒沒 他本來就有在練 但你覺得他練得怎麼樣 不錯 以他的行程來說 我真的很佩服他 那如果0到100的話 什麼 你會打幾分對於他的身材 呃 70多吧 那你自己的呢 我的就 這個笑容是什麼意思 我的就50吧 怎麼可能你才50 因為我那麼閒才練成這樣子 所以既然都50幾分了 所以還是讓大家看一下吧 因為樓俊說70幾分都給大家看了 蛤 他上來有脫喔 有啊 屁 沒有啦 那因為這三個人其實也是那個 在台灣演藝圈 其實都算是天菜型的這樣 但如果以顏值 天菜是什麼意思啊 帥哥 就是帥前幾名的那種的 然後加上你這樣子 現在這四個人 如果以顏值排行榜的話 你會怎麼排名 在你心目中 他們全部第一 我最後啊 NO 不行 一定要排1234 那我在前面他們全部最後啊 你第一名 對 第二名是誰 就他們一起啊 NO 不行 被逼瘋了是不是 你覺得呢 不行明明這是我的節目 是你要回答 那你排第一名跟第四名就好 我最後啊 第一名我覺得是阿葉 喔你覺得阿葉是 我把Tatu超帥 那如果你有小孩 你想要找誰認乾爹這樣 喔 OK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OK OK 如果有小孩 認乾爹 對 他我覺得也會是樓俊碩欸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蠻 應該會蠻疼小孩的人 OK 對 就這樣而已 沒有別的原因了 沒有 喔因為他代言很多吧 哈哈哈哈 你剛剛會很痛 哈哈哈哈 有很多 有很多現金這樣 有很多那個 他代言的產品 我可以跟他要一下 住在美國的姐姐 如果從四個裡面 硬要選一個姐夫 是真的會認真結婚 會在一起 會生小孩 你要叫他姐夫的喔 我單純以我姐姐會喜歡的類型的話 其實感覺是高爾瑄跟泰瑟 尤其選一個 因為他好像蠻喜歡那種 胖的肌肉 泰瑟有點 泰瑟有點太壯了 OK 高爾瑄感覺那種 剛剛好 壞壞的那種個性 是他蠻喜歡 我跟他最相似的地方 應該是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獨立經營的創作歌手吧 這是我們兩個最想想的地方 也是我們最多話題可以聊的地方 怎麼樣經營公司啊 怎麼樣去 去想我們未來的規劃 那他叫我 印象最深刻的廣東話是 好像是 你咱爺的 你咱爺的不同喔 剛好 就是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我不確定我講對不對 錯了就算了 你現場會聽廣東話的人 會嗎 立丹也 立丹 不害 不害我更害 一丹也 不害我更害 好 不要準 這個民宿還不錯欸 他有廚房 然後什麼都有 充滿大智能 分多金的陽台 我這些朋友裡面 感覺問題最多的 應該會是高爾瑄 高爾瑄應該會想要自己睡 那我把高爾瑄放在 雙人床好了 欸他想要自己睡 那只能睡單人床 高爾瑄睡單人床 然後睡袋的話 我覺得蠻適合拍睡客的 因為你知道 平時常常出去拍一些外景節目嘛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習慣了 就是他到哪都可以睡覺的那種 然後睡客廳的話 我相信會是那個 我蠻習慣睡客廳的 你看我把最好的東西都留給朋友 因為我自己常常在工作下班之後 回到家大概半夜都會在床上看 沙發上面看追歐美劇 然後我每次都在那邊睡著 所以其實我蠻習慣睡在沙發 而且平時在錄音室待到很晚的時候 我也都睡在錄音室裡面的沙發 有時候就直接在那邊睡著 還有一個機會是可以睡浴室跟陽台欸 好我改變一下策略好了 我覺得高爾瑄蠻適合睡雙人床的 因為他問題比較多 然後台神游戲的話呢 他隨時都在健身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蠻適合睡陽台的 因為這樣他健身不會吵到大家 羅俊說的話呢 我覺得蠻適合睡浴室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他蠻適合睡浴室 我分配完了 應該要說 什麼